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大公主 我这段时间身材管理好多人关注我 包括生活中好多人看到我都说 变化太大了 怎么突然间就从那样变成那样了呢 其实这个中间过程 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其实都看到了 是吧 我是怎么一点一点来的 然后在这个期间有好多人就想跟我一起来进行身材管理 然后就有人说了 说那你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我说我晚上不吃饭 晚上不吃饭那也受不了呢 饿得心发慌 怎么怎么着 这怎么办呢 然后就是这个期间 就是因为我 为什么就是刚开始我给大家建议 我都建议大家从哈佛开始 我刚开始哈佛 或者是因为哈佛是不管多少吧 三餐都让你吃是吧 就是我自己开始我是晚餐不吃 然后晚餐不吃 我也会有的时候饿得心发光 或者怎么着的也有 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 在这个期间呢 我是怎么吃啊 我是吃这款 燕窝银耳羹 即食的燕窝银耳羹 然后就是燕窝银耳羹这种东西 我觉得懂的人就是都懂啊 就是它的营养啊 各方面啊 因为我为什么选择这款 这款你看啊 它配料表特别关明 只有纯净水 叶浆 木糖醇 燕麦 藜麦 银耳和燕窝 然后吃了既有饱腹感 而且它的味道是 就是那种 淡淡的椰香微甜 就感觉你在吃一个那种 特别高级的那种小甜品 真的是这样 既好吃 又让你没有负担 然后饱腹感又强 然后它的营养价值各方面 它适合孕妇儿童父母长辈 就是这么说吧 各个年龄段的都可以 你们可以就是有喜欢吃这种 燕窝银耳羹的 你们可以试试啊 你们去看看 哎 东西真的就是 可能那味道 我无法给你们形容 真的是淡淡的椰香 特别好吃 就 咋说呢 没法形容 反正就好吃 你就可以尝尝 我一到晚上 你白天还行 我一到晚上我就受不了 你就吃点黄黄青春日 越吃越饿 其实特别理解 我也特别理解这事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一款 合适的产品 然后既能达到饱腹感 又能解馋 又让你没有负担 这一碗呢 它这是零 零折糖 零添加的 然后这一碗这个 燕窝银耳羹的这个 热量 小于一个苹果 你们可以试试啊 反正我吃的是特别好 味道好 然后我觉得各方面的吃起来 真的是 让你吃着真是 解馋了 我就感觉它特别解馋 然后让你感觉很有饱腹感 就没有那么 我能知道大家一到晚上 就得没招没落了 就不知道干点什么 那种饿的 那种发慌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试试啊 有条件的人可以去试试它 然后真的是一款 就是不错的 我感觉它就相当一款小甜品 然后还没有负担 你们可以试试啊 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喜欢它啊 你们有喜欢的可以去看看啊 拜拜 把盖舔的一个贼拉干净 又把这个碗 舔的味干净 吃吧 多吃对女人很有好处 吃完了就洗澡去吧 一会儿我来收拾 好的 行了 很好吃的 不给你吃 你吃吧 好多东西都留给媳妇 吃吧